大家好 在中午的這個時刻 有沒有感覺到溫度好高 天氣晴朗 因為最主要熱帶性低氣 已經接近到福建了 我們先來看這個影像 這個影像是東海岸的 攝影機的影像 我們注意遠方 有沒有看到 遠方的這個浪來說 倒是有一點點比較偏大 因為最主要 就是因為遠洋有熱低壓的關係 所以在花東海岸線近海的部分 有一些白浪花出現 不過這個浪子 這個風浪來說 現在目前大約是在中浪到大浪 到了今天下午以後 風浪的部分將會隨著 因為低壓已經進入到福建 而整個風浪的部分 會開始逐漸減小 但你要特別注意 現在目前花東的陽光 可是非常的強 如果你要戶外工作的朋友 防曬工作真的不能少 就來看看現在的戶外天氣了 先來注意到全台灣來說 外島地區現在目前都是天氣晴朗 溫度形態來說金門比較偏高 台灣本島部分 北部地區現在已經到36度 東半部地區29 而在中南部的溫度 也都有在30到31度 各地天氣轉好 來看看從今天凌晨0點 到現在的雨量的部分了 從雨量圖上可以看到 整個西半部地區都是天氣晴 只有在高雄 屏東 還有昨天晚上我提醒大家 注意的就在台東 跟包含恆春半島東邊的部分 有些零星的真雨狀況出現 但這個低壓跑得非常的快 我們就來看到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可以看到 低壓系統的雲系 正在逐漸的減弱 因為現在這個時候 它已經逐漸的要接近到福建了 最主要它移動速度快 發展機會低 昨天快速的在以每小時 40公里的速度 通過我們南方的巴士海峽 那今天下午要注意什麼 注意會有局部性的三百號 明天開始太平洋高壓勢力 要犧牲了 就來看看今天下午 到明天的溫度了 晚上的溫度狀況還算舒適 白天的溫度型態來說悶熱 我後鎮雨在明天山區部分多 平地部分偏少 中部地區也是山區有三百號 南部地區的話就是天氣晴朗 東半部地區陽光牆 外島地區陽光牆之外 晚上還有局部物 提醒您下午外出記得多喝水